坐在鲁迅的座位 选自伊若芬 感官东亚 有一回 我竟在画片上 忽然看见 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 一个绑在中间 许多站在左右 一样是强壮的体格 而显出麻木的神情 据解说 则绑着的是 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 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 而围着的 便是来赏见 这示众的圣举的人们 鲁迅 呐喊 续 他后来回忆到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 我已经到了东京了 因为从那一会以后 我便觉得 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 凡是愚弱的国民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 如何茁壮 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 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病死多少 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药物 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而善于改变精神的事 我那时以为 当然要推文艺 我坐在他的同学说 他从前经常坐的位置 时间是一百年后 一九七零年代以前 这间阶梯座位的教室 并未刻意被保留 只是逐渐荒置 改名为东北大学的 遍平校区 如今同样建于 明治时代的建筑物 寥寥无几 一九七零年代末期 随着中途辍学的校友作家 在祖国的声望高扬 阶梯教室成为 见证一位伟大人物诞生的场景 尽管那是一段不愉快的经验 阶梯教室的木板外墙 现在漆成白色 看格林的法学研究科 遍平五号楼 我们知道 原来可能教室外墙没有上漆 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进门处 有阶梯教室的旧照片 照片中 阶梯教室的后方墙上 装置了放射投影的幻灯机 现在已经泄除 以前有学者不相信 幻灯片事件 却有其事 虽然鲁迅不仅在 呐喊的字句中提起 也像同乡的友人 许寿长说过 这么特殊的情节转折 太像小说家虚构的启蒙刺激 幻灯片事件 强烈的视觉印象 也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之一 古文书的东方文明 被西式的科学观看仪器和演示内容给惊醒了 1978年 平凡社出版的《鲁迅在仙台》的记录 详细搜集了鲁迅在仙台的求学和活动情形 访谈他的同学 公布校方的文件 比如入学申请书 课表 成绩单 而且还被发现成绩算错了 这些文件都原原本本留着 真是佩服日本人的资料品和考察的心思 可惜那张鲁迅看到中国人 被斩首示众的幻灯片没有找到 但是的确有日俄战争的时事幻灯片 面下黑板 中央第三排最左侧的位置 鲁迅坐在这里上课 学习仙境的知识 他的课表里有藤野先生教的解剖学 左侧先生教的化学 三好先生教的伦理学 这一科他的成绩最好 以及小高先生教的德语等等 阶梯教室有明亮的玻璃大窗 和鲁迅形容的铁屋子中国 是截然的对比 我在教室里顾盼舵步 西时的拍手喝彩 早已风流云散 鲁迅离开了仙台 走向文艺 他想医治的病体 经过了一百年 也不晓得痊愈了没有 我是依若芬 为您介绍我的书 感官东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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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